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这个消息真是新鲜滚热 我刚刚跟陈俊宏博士问他有些人才知道 其实都是星期一、二的消息 但我很犹豫说不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懂 我也不懂 但我们不懂,我们也有责任去介绍 因为都是大消息 如果是真的,就是大消息 我们要保留这件事 我想说这件事的原因有几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New York Post 这个Post是什么报纸呢 其实就比香港、苹果、更加 所谓的Tap-Loy 即是小报 因为我住在New York这么久 我都不看不理这些 是的 但是 你New York Times上不同 是的 但是一张西方的报纸 这些报纸的消息 即是证明我们的科学新闻 事实上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有位数学家 英国数学家自称 他想到解决离曼猜想的方法 这个消息 刚才我们说新鲜滚热 但在江湖传闻已经差不多整个星期了 江湖传闻的意思就是数学界里面 所以在数学界里面去酝酿的时候 因为我们一直做节目 我们都感觉到这件事 即是他推广数学的新闻 事实上是极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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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是的 甚至乎在上次讲的Fill Meadows 那一集都很尴尬 我都已经戴了头盔说 我都不太知道他做 我都尽量说 结果转头我们的节目出完街后 我看回拿奖的那位人兄 他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得说 他不太懂得说的意思 他不想如何很通俗地 用比喻的方式去介绍给大家 他做了什么 不是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两件不同的事 好了 我们就是做Mission Impossible 我们去做一些基本上是不可能做的事 这个黎曼猜想 射程在数学界 现在只剩下几个 不知道当时是Cray 21世纪 是的 还是十大或七大 应该要给奖的数学难题 是的 他意思就是 如果你解决到的话 那是可以拿奖 那这个是以前 一百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 那也不算少 虽然以今天来说 都买不到一层好茶 但起码都很大的吸引力 对于科学家来说 很大的钱 都很窮 是的 那时提出应该是Cray Computer 以前做这些超级电脑 那个筆我们不说 那你还要问我 有什么叫黎曼猜想 那我说吧 不如你不要说 我再说一句半句 那天列了几大难题 我数不出来 但譬如有些叫Gordabach猜想 有些就是Poncaher Contractor 就是Poncahler猜想 Poncahler猜想 而且当时为了争拗哪一个 是真是自己证得比较的 就赶餐死 那结果真真正正正有了 是连掌都废了 这个很传奇 另外一个就是黎曼猜想 黎曼猜想 一会台长说 他可以解释一次给大家看 我不是这么说 我就是尽量以我自己 一个行业人的意思 那我又补充一下 填了他 现在这位仁兄他声称自己 去解释到 甚至乎他正在这个星期一 就公布了 但很多时候 你不要以为 就好像在你面前 找几页子 计算数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当时 Pyroman提出 解决 如何论证 庞卡来猜想 最后 只是 其中一个小组 邱成彤 带中山大学 朱起平去证 中间都牵涉了200个 proof 最后 你很天真地计算 每个 proof 用你几板子 最后你的东西是多少千页 是不是 都不是叫做完完整整做了所有东西 所以你说 他说 他证明了 是不是真的证明了呢 还有最后 那些善后功夫有多少呢 我觉得大家就不要 太容易被小报 抓到你到处 然后到处跟人说 正好 这些就 先慢着 以我一个不懂的人来说 先慢着 到我说 黎曼猜想 前流都160年 如果我没有记彤 应该是一个俄罗斯素学家 我忘记是德国还是俄罗斯 他主要是想说 就是 大家知道 数字 有几类 最简单有单数和双数 但有一类叫做质数 质数 质数就是 除了自己之外 不能够被其他数字 除了整数 这些是小营生意识 除了自己和一 没有其他因素 问题就是 这些质数的分布 形态如何 我说 1 3 5 7 11 9又不是 11是 13是 15不是 有人估计 其中一样估计 究竟有没有最大的质数 證明是没有 应该是无限大 质数是有无限多 是无限多 问题就是 如果一直上去 第一件事 我们是否从一个实量 即是数 我们只数 是否越来越少 那便是 越来越少 那 那 我们可否预测下一个质数 即是 我们计算一下 我们可否再预测下一个呢 那 那 我计算是 有人说其实是可以的 那 不是一个很简单 就是说 何时何时是 二 它有一个 叫做 那 我计算是 完全不懂 我计算你也未必解释 解释不到 解释不到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 那我们就可能预测到 这个质数的日后 即是之后的分泌的 分泌的过程 即是形态 是 其实有了这种工具 即是我会说 就算找不到一条 general formula 预测了所有质数 都不是太差的 就算起码你找到一条色 他给得出来的一定是质数 你已经叻得很厉害 其实现在你连这样也做不到 因为如果后面做到 你可以用电脑去generate 是的 用电脑去做到 我以前提过 一些数值非常大的质数 和如何去拆解一些 将一个质数 拆解成为两个质数的双成 对于小质数来说 当然是没有问题 譬如说你是三成 是的 但对于超级大的质数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正正因为它是这么困难的事 正正令到我们有一个途径 可以建设一些很难被破译的密码系统 所以这些质数 和大数分解是相关的 其实你说就算 葛德巴克猜想本身 都和这些质数是有关的 其实如果你看一些坊间的介绍 其实黎曼猜想 还有另外一个很简单介绍的版本 我也可以提一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 例如1加2分1加3分1加4分1加5分1加6分1 究竟加到无限大下去 最后会出什么呢 那是否叫做harmonic sequence 是的 其实我们证明到 如果这样加 会是加到无限大的 但如果我变一变 我现在不是1加2分1加3分1加4分1 例如1加1分1的2次方 再加1分2的2次方 加1分3的2次方 一路加上去 这样的Infinite sequence 即系统加上去 就是修炼的 它最后加就不会加到无限大 英文的分别就是convergence convergence 在图表上看 就是在一个加上去 其实在那个 如果 我刚才说了两套不同的系统 分别就是在他们分母的指数 其实如果纯粹普通的分析 即是数学分析 我们基本上大学一年班都证明到 就是 例如1超过1的多少次方 加上1超过2的多少次方 加上1超过3的多少次方 那个多少的数字 如果是大过1的话 基本上都是修炼的 但如果小过1的话 即是1或者小过1 那就不修炼了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分析 再扩充些 指数不要只是放一些 叫做real number 甚至去考虑幅数 例如1加3i 2加3i 即是那些复数的意思就是 它有一个实数的部分 再加上一个虚数的部分 那个虚数其实就代表着 它是多少倍于 这个开方负一的意思 即是开方负一 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一向认为 计算机计不了的数 但我们如果当它肯定是计算到的东西 它是开拓整个一个幅数的 一个领域的数学世界 现在这个黎曼猜想就是 不如我们将这些 Infinance Series 下面的其中一些 指数某个参数 就是考虑幅数世界 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新去全面 考虑一下 它里面那些 如何是修炼和不修炼 那些情况 那个局会是怎样的呢 其中一个了解黎曼猜想的进路 就是由这个幅数分析来看 对 但最后它如何继续回到 那个质素模式 亦都是我自己讀书少 其实我认识书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因为 要了解这个问题本身 我会觉得如果有时 譬如高中读理科的同学 你读多一点 譬如有A-level 纯粹数学的程度 譬如现在DSE 你M1M2都读齐 那些都读了 应该是你有能力 尝试了解到 那个问题本身 那个命题本身 是 但实际上 它怎样去继续 和质素模式 可能你以后 有些大学数学的基础 你会容易些明白 基本上就是 很多时候这些猜想 都是这样展示 不是个个都有 那么简单展示出来 哥德巴克猜想 就很简单 是否任何一个大的 任何一个数 都可以写成为 两个质素之王 这个就是 学过质素 学过合成素 你都明白 未证明 但黎曼猜想 牵涉到 那种概念 就更复杂 但是 都有一些简单 大家可以了解到 但 起码大家知道 要论证就不容易 哦 那些是另一回事 那些不要用 黎曼 其实我经常撒乱 是不是黎曼自己都 曾经声称自己证 但没有 没有 没有 它是一个hypothesis 和废马那种不同 废马自己说 我已经想好了 这个他只是猜 但废马后来自己 我其实撒乱了 就是撒乱了废马 他就说 他自己在页边写下 我搞定了 我搞定了 但他不够地方写 但这个就 即是他这样写 随其写一句 原来Jephan就是错 但后世的人 就跟着死 你知不知道 那时候是抄乱了家 整个家 没有 你找不到 那几页去哪 真的没有能备及 但这件事 大家不要想像 这些很简单的事 所以 为何陈静雯博士 跟我们说 就是他自己 原本就不想说 但应我要求 我也同意一件事 就是我不是太相信 这件事 但说的人 就不是傻佬 事实上很多傻佬 说他解了 但大家知道 这是大粒佬 这个人本来是真的 因为他拿过Phil's Medal 但问题是从他 譬如他的年纪 Phil Medal是40岁之前 他89岁 即是50年前 但是在数学界中 普遍的共识 即到这个时刻 都不觉得他会 真的搞定 即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科学精神 正了才算 我不管是什么人 他可能是勾画了 一个轮正的框架 其实有点像 譬如龐卡来猜想 当初Puriman 他也是勾画了框架 接下来 便找人自己慢慢去整 正了出来之后 谁能够做 又是他自己能够做 即是这个人提出框架 那人能够做 就能够做 跟隆家来猜想的先例 其实接下来的问题 又有人提出一个 证明框架的路向 到最后真的证明到 其实还需要一个 以年计的时间 我猜 会不会有些田刚 和邱承彤 那些人出来 欠到头奔压裂 具体不清楚 但现在这一刻 如果说他已经解了 我会说言之上早 大家不妨 根据科学精神 正了思想 他这个说法 我相信很难自信 因为这个是简单的证明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看过龐卡来 通常的介绍 这个不可能是简单的证明 但anyway 就是他有些生病 这个我很喜欢的 就是 solve the remand hypothesis and you become famous If you are famous already you become infamous 如果你能够解到黎曼猜想 你会变成出名 如果你已经有出名 那你就会变成臭名远播 但是infamous 第一个人讀错 不是infamous 他也不是famous 这个字的相反 简单的相反 他是在解另一件事 他不是说不出名 他是说不出名 出名得来 名字很丑 名字很丑 这个真是生病 我觉得我相当之喜欢 但刚才你涉及的问题 我想最问少许 虽然我们不够时间 如果你说他整个框架出来 后来整个人去搞定 谁会分钱 没有 如果死了 就不用分 但是 你好像pure mind 那个案例 大家争是我正的 我正的 但最后就提出最初框架 这些是很多 决定科学荣语归于谁 就有很多类似例子 就算是物理学 化学 都有类似的例子 所以我会觉得 他就提出来 让你的人去试试跟随 其实具体上 他提出了些什么 我自己都说不出 没有 我都没有提过 他具体提出了什么 如果他就这样 什么都没有提出 只是说这是一个simal proof 那他不如不要说 是的 现在这个不是他说 这个是大部分傻家 现在在网上 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会觉得 你进一步 我不知道你是要 扫存在感 骗赖赖赖赖 还是怎么样 很实际的具体 真是给出一个 一个证明 其实很简单 因为现在网上 那个 发表的渠道相当多 我记得 这个 尼幻差相 最初不是 在张佬写的 是扔了去上个网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有人肯看 因为俄罗斯作家 本身的江湖地位 都相当高 所以有人会跟 但无论 我们不管 我们假设 应该留 这件事 我们对不对 两三个星期后 都知道 不要说留 观望态度 这些 我会觉得 记住 有个人曾经 说过这件事 但他说得对不对 大家继续 记住 写定住 在笔记上 不对 你便拿出来恃笑 不对 你便拿出来恭喜 立于 立于一筆败之地 我说一下正经的 刚才有一个 我们说到 在第二四大战的时候 都挺有趣的 因为跟一些 气候气象研究有关 一般人来说 你说研究地球的大气 对流层 平流层 研究这些 跟我们的气象 和通讯很有关 地球科学其中的一件事 就是 很容易想到 除了研究地球本身的 过去 现在与将来之外 就是我们怎样去 运用地球的特征 来帮助我们 在科技上 有些长足的发展 这就是地球科学其中一个 关顾的面 接着来介绍的研究 其实就是 最近 都是一些 在英国的地球科学家 他研究地球大气上面 一些现象的时候 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而且是由一些 以往的数据 挖到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 如果本身的物理现象 我觉得没什么 很大的惊喜 但它的效应 本身和故事 发生的背景 真的很引人入城 就是说 原来他发现到 由数据上去论证 就是说 因为德军当年 瘋狂轰炸伦敦 而令到地球的电离层 都有一个 量度的效应 发现 电离层弱了 其实具体的就是说 如果 一向来说 我们知道闪电 对于电离层 也有一个反应 是的 这个就不难理解 比如说 在某一个地方 狂风大暴雨 就出了很多次闪电 之后 我们再探测 它当时的大气上面 电离层的厚薄 我们是看到 它有显著效应 是会薄了的 但是原来 当你放炸弹 去炸一个地方 炸得厉害的时候 其实好像 譬如德军当年 炸这个伦敦的时候 他说给出来 那个对于电离层 效应的影响 原来是抵得上 好像突然之间 发生了三百次闪电 很厉害 而这个效应 可以在当时的 空军夺的航空数据 去印证出来 所以这个整个新闻 就是说 首次我们发现到人类的行为 尤其是战争行为 是令到这个地球大气层 都有反应 但是有些很细緻的数据 我们要先讲一下 例如说 德国光泽基地有多高 它照计算应该不是很高 以当时的 以公里来计算 你说稍为较高 才放炸弹来的光炸机 你可以想像到原子弹 原子弹 因为如果你太高 你带衣胸 基本上是要目测 望远镜 人眼来 还有 以前那些叫 虎冲式光炸 是 Dive bombing Dive bombing 就是它要冲下来 很近 体阵的位置 炸下去 然后就马上上去 你可以想像到 以公里来计算的距离 所以我不明白 如果它来地面这么低 它为何会影响到黎子层 如果说到闪电 你以为是很高的 其实也不是 平流层对上没有闪电 基本上飞机是很轻易地 可以飞到闪电也没有的地方 即我们现在民航客机 飞平流层是不会有闪电的 最怕被雷劈的就是 你上升降落 就落到对流层的位置 所以你说炸弹这个行为 是以这个离地面 几公里范围内发生的事情 其实闪电也是 闪电可能 不会太多 但是它一样可以给产生大量的离子 亦都是对 那你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大量的离子 其实没有的 你炸出来的火球本身 就是一个等离子体 你热的头就会出离子 那个是Plasma 但是当然 你说再厉害的炸弹 会不会给到一个 小小的电磁波的扰动 有都不起 你说如果更加疯狂 你去到原子弹 基本上就穿透了 上到平流层以上 一定是有反应 甚至乎以前 我们在说 有些人在大气做核弹 完全可以看到 影响到北極光的 基本上那些东西 具体上的原理 我这里就不去达很多 很仔细的物理去解释 基本上一个高温高热的过程 它上升到几百度 千多度 一定就是可以产生到一些离子的东西 就算你一个灯淡通电 烧红了烏丝 基本上都是产生了一大堆等离子 有些离子可以扯出来 具体就是这样 但现在就是说 很多炸弹在炸 但原来出来就是说 出到离子 甚至令到电离层有反应 其实就是这一宗新闻 去说出的事情 但我想问 如果有了这样的反应 它对大气的组成有没有改变 其实应该没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有影响 如果说几十年后 今天也有影响 那就是很大的事情 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由那里量度到 炸完之后 亦都在当日的那些航空偵測 都已经看到一个即时反应 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其实有趣的位置就是说 过往我们不太认为 我们人类有能力 轻易改变到 一个这么高电离层上面的状态 很可能 电离层上面的干扰 主要是来自太阳的电磁部 但现在就证明一件事 人都可以改变到 人是有它的效应在 多还是少 但是这里要补充一件事 2017年的时候 SpaceX的火箭发射 都做到 即是做到那个Sockwave 那个冲击波 就比这个加州大四倍 那你以为冲击波 就是说你的火箭发射上去的时候 它这么强烈的爆炸 and燃烧过程 这些是一堆火 其实都是一堆等离子体 即是都是一堆 基本上是火箭发射出来的 光彩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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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都会出很多离子 而且它突然在一点上爆发出来 所以有一個衝擊波這樣彈了出去 你說仔細出了衝擊波會不會有長遠影響 我也不敢說 但是在了解這些電離層上擾動的時候 我會這樣說 你能夠釐清所有來自地面 或是天空上面的干擾 是對於你日後的研究 準繩度提高是更加重要的 等於我們現在要量度宇宙的背景幅射 首先要排除地面上的微波干擾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聽到就是好像一則新聞聽完就算 但我覺得對於未來的意義就是 去釐清更加多干擾的來源 因為他在這裏看的問題 他看得比較廣環一點 譬如說行律、火山、地震 其實也有類似震盪 所以這位英國科學家想做一件事 就是他想將黎智層數碼化 數碼化的意思就是在網上 我們可以一直盯著它的變化 我相信是一個很大的項目 是的 電離層 你問我們 跟我們日常生活最相關是甚麼 現在可能就少人來 以前未有那麼多人造衛星的時候 不知道台長有沒有聽過 那些叫做一些電波信號 遠距離傳送的電視畫面 以前不是說用人造衛星傳 即是說一用很貴 現在基本上動一下就是人造衛星傳 因爲信號就比較穩定 但以前我記得收一些比較遠的信號 是用電離層反射的 這套知不知道 而且經常是被干擾,可能會反射 突然看到時有時無 在80年代仍然 judge 用電波傳送 但如果電離層的反彈 照定距離就比較短 即有一些限制呢 你不是說不可以傳送地球來那一邊 但一個就是不近不遠的距離 如果純粹由地面上發射站射不到那些地方 你可以透過電離層幫你反彈一次 去到再遠一點的地方就是這麼多 但你說再遠一點你就只能人造衛星 去地球來那一邊 但現在基本上衛星技術平衡那麼多的時候 而且電離層反射的質素相對比較低 以前的大東電波高發電波可能真的用 對 用這些 相對比較便宜 但信號質素又比較差的一種技術 它就運用到電離層反射 大學二年級讀物理 你真的計算一下電離層 如何反射某種電波信號的原理是自己懂計算的 它就不會說每一種頻率的電波都反射 但是就會是 當頻率是某些東西正確的時候 那個離子化的電離層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像鏡的效果 和你將信號反射 那些人就利用這個原理去發射 即是收發信號 這個就是神秘知識的題目 因為我們時間不夠了 你再提一提 就有這個叫HAAA 就是可以用電離層的一些反射作用來做武器 經常講一些蜜蜜的項目 是真的有的 但我們時間不夠了 我們說到這裏差不多 已經夠時間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